我是謝澳洲 我是張借凡 訂閱新聞大白話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 最新影片立即通知政治平息第一手掌握 好 郭董 郭台銘特別強調說 這一場不是造勢活動 因為他強調他自己是做事的人 他不會造勢 不過怎麼看都很像是造勢活動 這活動裡面可以看到 他也是這個學韓市長一樣有大進場 甚至他在離場的時候 還有所謂的大退場 也可以看到有相當多的民眾 不過這個人數似乎沒有辦法 跟新竹場次來相比 新竹很多人覺得說 至少至少也有20萬人 但是郭董到底有多少人 他們在活動現場裡面 也喊出了有10萬人 不過他之前有一些用AI的方式 因為郭董很喜歡AI 有人在現場用AI的方式 就是東雨晴他用AI來計算的話 其實亮點的部分 大概只有8000多人 那扣掉這個亮點 可能計算不到的 可能躲在樹下的 他覺得大概就是1萬出頭 但是主辦單位是宣稱 這個人數有10萬了 他特別強調說 他沒有動員遊覽車 來的人也都沒有補貼 初選之前就想要辦一場 感恩的園遊會 他特別強調 這不是造勢 是做勢 他大進場也是一樣 120公尺花了30分鐘 走得更遠 他全家都總動員了 包括他的母親 夫人曾馨穎 還有弟弟郭台強 表姐張淑芬 還有兒子郭守正 全家總動員 郭董雖然說他沒有動員 他也沒有花錢 但是民進黨立委 王定宇卻爆料一件事情 他說這個 因為他辦的是原油會 所以他好像有補貼 鴻海的人600塊的原油券 王定宇說 鴻海跟子公司 利用府委會的名義 發送600元的原油券 給每個員工 這算不算會選 這算不算補貼 這個部分可能還要有待他們解釋 不過舉辦這個活動的基金會 他講 他說原油會是公益性質的 他不可能讓弱勢的族群 虧本來擺攤 所以他說是一種形式的補助 不過郭董特別強調 他說他是從小 大家都叫他是 從小就在媽祖廟長大的 所以他這個造勢之前 還特別去拜這個板橋的慈惠宮 也可以看到現場人非常多 而且他還特別上了這個戰車 比出這個大拇指 來接受民眾的歡迎 但是大家更關心的是 這一個禮拜六 本來這個禮拜六 韓國瑜可能在高雄 要報這個造勢活動 但是因為過去的一個禮拜 登革熱的疫情 又再度的有傳出一些病例 所以現在很擔心 如果太多人聚在一起 可能會群聚的效應發生 萬一疫情擴散的話 就不得了了 所以他現在 剛剛林嘉欣也特別講到 原本是想要改變一個方式 辦淨灘的活動 或者是防疫的活動 可是也擔心說 因為這個民眾 畢竟不是專家 如果萬一來了好多人 成千上萬的人 來亂清亂掃 這樣反而會很多負面的效果 也很可能會讓韓黑有這個機會 所以他們只好折衷想一個方式 就是7月6號的時候 穿著國旗裝 帶著國旗 來到高雄來觀光 所以這個方式 希望讓大家用另外一個方式 幫助高雄來取代 7月6號在高雄的造勢活動 可以看到韓市長他在昨天宣布 他說他是高雄市長 因為登革熱不能辦了 類似的造勢活動 他怕群聚的效應 7月6號造勢活動取消 但是拜託所有的人穿著國旗裝 來到高雄觀光旅遊 體會高雄的熱情 把高雄吃觀光 喝觀光 買觀光 花觀光 也讓高雄知道 外面有這麼多人支持韓國瑜 到底去高雄可以吃什麼 喝什麼 他們也特別整理出來 他說7月6號就是高雄日了 大家來高雄可以到很多的地方 包括夜市或旅遊 他還有特別介紹一下 介紹大家比較 不是那麼熟悉的一些活動 包括連潭的染線滑水 米奇去游高雄 還有岡山之眼 暑期夜間開放 動物園暑期夜間開放跟主題展 還有SnoopyX高雄捷運 馬克捷運跟高雄美食觀光 還有奇經的黑鯊玩藝術 相當多活動大家可以做選擇 這些活動其實大家之前 比較不是那麼熟悉 韓家軍馬上就響應了 他說響應韓國瑜辦的 7月6號高雄日 當天只要到高雄旅遊玩的人 搭小黃 義勇軍的計程車 一律跳表 打五折 把其他的錢去活絡 其他的高雄經濟 記得要穿國旗裝 或者要拿國旗 或者是你身上任何有國旗的識別 上車之後秀給他 他就立馬會打五折 他說他是庶民近一點 異議活絡高雄 不過他特別強調 不是高雄所有的小黃 是要看到他的義勇軍 這韓家粉絲說 有韓粉組了一個 小黃義勇軍計程車 當天到高雄旅遊的話 一律跳表都打五折 到時候他們如何識別 我們在過接下來幾天 也會為大家來做一些的呈現 那韓國瑜的這個706的觀光 他到底是怎麼說的 來聽他的說法 因為高雄登革日 我不能辦這種 類似這種造勢大會 絕對不可以 怕群聚效應 但是 7月6號取消 我要拜託 所有支持韓國瑜的好朋友 在7月6號那一天 7月6號那一天 7月6號那一天 手上拿著國旗 穿著國旗裝 讓我們來高雄 觀光旅遊 代替造勢好不好 拜託所有海內外的鄉親 所有的好朋友 來我們高雄看看愛河的浪漫 看看西子灣的夕陽 看看岡山的夜景 看看子官 永安 彌陀 前陣的海產 吃一吃我們美農的田園之樂的農產品 看看六龜的溫泉 去大樹朝拜下佛光山 去大社嘗下大社三寶 牛奶 芭樂 蜜棗 各位鄉親 為什麼要拜託大家 7月6號來高雄 要拜託大家 看看高雄人的熱情 也讓高雄鄉親知道 外面有這麼多的好朋友 支持他們的市長韓國瑜 好 昨天一整天 韓國瑜跟郭台銘 除了對他們的支持者 有溫情的喊話 他們也重炮 抨擊他們的對手 先來看一下韓國瑜 他說70年這個印尼 跟越南爆發了登革熱 蔡政府派了衛福部 出錢又出力 但是現在對高雄登革熱 莫不關心 蔡政府可不可怕 高雄人的健康 居然比不上外國人 他覺得蔡政府 腦袋根本就是壞掉了 這三年來 蔡政府完全就在搞一國兩制 只要不是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就要錢沒錢 要人又沒有人 郭台銘他也特別 攻蔡總統的部分 他說蔡英文 根本就是一個佼佼女 他說他自己本身才是庶民 他騎機車送貨的時候 蔡總統還開車到台大上學 那你有沒有查過 他爸爸的錢是怎麼來 他認為是草地皮 執政效率 他其實就只為了借中華民國的 可上市的民進黨 他絕對有能力 把台灣這一家公司經營好 讓中華民國的政府更有效率 不過他們除了批對手 他們也澄清了一些 大家對他們的說法 回應對手的部分 韓市長特別講到 他說他從來都不會主動去批評郭台銘 但是昨天他忍不住要講了 他說郭董這兩天一直講中華民國要破產了 他說其實我很少在外面評論他 但是台灣人非常節儉 習慣儲蓄 外匯的存底4600億美金 全球排名第四名 儲蓄率世界是排名第七 有這麼強大的外匯存底 愛儲蓄的人民 中華民國絕對不會破產 而郭台銘他則回應了他的對手 他說初選到現在 我就只有辦一場這個園我會 那我沒有動員遊覽車來的人 也沒有補貼 我不會造勢 我只會做事 可是昨天那個場合到底是造勢 還是做勢 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感受 那我們現在視訊也聯絡到 高雄非常有名的高雄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喂你好 宥州好 林小姐你好 聽得到 林小姐請教一下 這個706韓市長請大家到高雄觀光 昨天你第一時間聽到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idea怎麼樣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最近因為政治的事情 高雄的觀光好像就有點被忽略了 對不對 包括我們以前辦很多活動的時候 媒體都會爆 但最近好像都不太爆了 那所以我覺得身為高雄市市長 在這個情況下 他鼓勵大家來高雄 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那你可不可以幫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外地的這個韓家軍要到高雄去的話 你覺得那一天你可以推薦哪一些地方 像現在的話 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 其實我們從6月21號開始 到8月 好像8月底為止吧 我們高雄的捷運車廂有部分路段 有所謂的迪士尼車廂 就裡面有很多米尼啊 還有米奇的那個 那個繪畫 就是那個樣子 很漂亮 然後還有高雄現在有那個黑沙藝術節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來高雄 還有蠻多活動的 然後包括保來的溫泉啊 還有一些像是大家比較為人所熟知的 柏爾特區 還有那個佛光山 其實都是還蠻可以去的地方 然後韓總還有說就是 也歡迎大家來我們的一些夜市 例如說高雄有非常多的夜市 還有市場 例如說六合夜市 還有之前在推的南華夜市 還有瑞峰夜市都是還不錯的 而且瑞峰夜市跟漢神巨蛋非常的接近 那邊也很好逛 然後六合夜市那邊呢 有一些比較知名的攤商 可能大家很有興趣的 就是杏仁哥的攤子 還有文山伯的攤子 他們一起開在了我們六合夜市的入口處 所以到時候大家也可以去支持一下他們 那個可能是大家都閉光的一個亮點 那昨天在新竹這個場合裡面 活動 主辦方是說喊出了30萬人 那你在你有去現場嗎對不對 有 那你現場觀察 你現場觀察 你覺得人數大概是多少 人數我覺得有20萬 應該是有 因為我去了 我們4月多的時候高雄有一場 然後6月1號海盜那場我有去 6月22號台中那場我有去 那這一場算是近期內的第四場 就是我有去的部分 我覺得這一次的人數算是第二多的 僅次於凱盜的人數 所以我自己估可能有個20萬以上 有沒有30萬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吧 但是20萬以上應該是有的 因為到後面 就是那個比較到晚上的時候 原本很後面很後面的那個攤販區 也被站得很滿 就是你其實不太能夠去買東西了 因為人都塞得滿滿的 中間有一點點地方那邊有空而已 其他幾乎都塞得滿滿的 包括你們可能沒有看到像我和我的家人 我們是在樹蔭下 我們那天昨天非常非常早到 因為要買烤乳豬還要搶樹蔭 然後我們一早就到了 到了以後呢 好多朋友也是都躲在樹蔭下 所以像昨天那個大家在玩手機登海的時候 我們也拿起來 可是可能大家就沒有看到我們的登海 因為我們上面都是大樹 所以其實人數比你們在那個空拍視頻上面 看到的更多更多 因為那邊有非常多的樹 而樹下滿滿的都是人 樹下其實比外面還要密 因為大家都想遮太陽 昨天的那個天氣是非常非常炎熱的 但是新竹可能比台中跟斗六好一點 是新竹算有點風了 是是是 但是還是很熱啊 那還好就是說 樹蔭比較多 比較有遮蔽的地方 台中那一場真的是 就是好多朋友都中暑了 聽說有十幾二十個中暑吧 然後昨天的話好像也有人身體不適 然後還聽說還有孕婦生產 林小姐 然後我們聽到以後還特別去買了他們的那個烤肉 林小姐那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這個狀況 就是在這個造勢活動的舞台的後方啊 郭董在前一天就把他的大型 前兩天把他的大型的這個看板 這個布應該算是布嗎 還是布曼嗎 還是就樹 他的一個肖像啦 就樹立起來 就是廣告貼上去了 可是好像到了晚上的時候就看不到了 對啊 我覺得他那個東西 他們可能公關公司 還廣告公司就很臨時吧 就忘了打燈 沒有打燈其實你所有的廣告一到晚上 都是沒有人看得到的 那也蠻蠻巧合的蠻有意思的 那可能就是他們太臨時 可能不是事前的規劃 可能他們就想說臨時去蹭一下 或擋一下韓國瑜這樣子 但是其實本來有很多的那個韓粉是非常反感 然後包括有些支持者 後來就血信一直建議我們說 可不可以想辦法就去擋住那個東西 大家去那邊支持韓國瑜 然後看到討厭 就看到奇怪的東西在那邊蹭 感覺會很不好 而且要看很多個小時 然後有一些朋友 他們就自動自發 有朋友說像他們那邊是做氣球的 他們願意從其他的縣市 帶很多的那個氣球 還有充氣瓶到現場 然後到時候去把那個擋住 我說那要很多欸 要非常多 而且新竹是封城 到時候會不會吹吹全部都斷了 他說他會努力啊 然後也有聽眾說他們要就是借那種大型的氣球 人家那個遊行用那種大型的氣球 然後去擋 都有聽眾有建議很多 然後其中有一位開吊車的朋友 他也是韓粉 他就說那能不能請我們借到大國旗 他想去把大國旗掛上去 我說這個很好 然後我就去聯絡了主辦方 主辦方也覺得不錯 也順利的接到了大國旗 可是韓總那邊的意思 因為他們後來有知會韓總 可是韓總那邊的意思好像就是 沒關係啦 不用特意擋啦 就要這樣就這樣吧 可能就他的人 人格特質 他可能就比較不在意這個 然後後來我們聽了以後也覺得 嗯 好像也是主辦方 反正很多人後來想一想 因為一開始知道的時候會覺得很憤慨 就心裡很不舒服 就好像被人家吃豆腐 就是硬襯那樣子的感覺 那但是後來又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在韓國瑜這樣講了以後又覺得好像還好 然後所以就讓他掛吧 那誰知道這麼湊巧 晚上他就自己不見了 就千算萬算忘了要打燈 連小姐那現在民調 7月8號開始就要民調出 這個進行民調的電話了嗎 那你們有沒有教學說 到底要怎麼回答會比較正確 民調的部分提醒大家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如果當你的選項 你不用管他什麼黨內或黨外 對比或互比都不用管他 反正只要人家問你 問到選項裡面沒有韓國瑜的時候 你就告訴他都不支持 沒有韓國瑜就說都不支持 那選項裡面如果有韓國瑜 你就說韓國瑜支持韓國瑜 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人家問一些你的基本資料 我們也不用刻意說謊什麼的 就老實說就 那你幾歲啊 你學歷多少啊什麼的 你的性別應該是不會問啦 對你的年齡啊什麼的 就實說就好了 就不用造假 連小姐那現在很多基層都擔心啊 說這個郭台銘郭董 到現在喔 因為時間已經越來越接近了 他都還沒有簽公約 甚至擔心他可能會脫黨 那你怎麼看這個部分 擔心是有一些啦 就會覺得說他可能會有很多的動作吧 但是擔心又能怎麼樣 我們能夠去說服他嘛 不能對不對 但是我們可以表達我們的意見啦 那像 我覺得郭董他的目前的一些行為 他的公關公司應該打屁股 舉例來講他昨天的那個廣告看板 其實因為我自己是學傳播的 我也是有做過公關業 所以我覺得他那個看板 那個idea是非常傻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那種 人家都願意為韓國瑜 花了幾千塊的高鐵錢 或是全家這樣子跑來支持的 這種韓粉 你想在他們旁邊立一個看板 然後他們就會支持你 會喜歡你嗎 其實是不會 他們會更討厭你 對不對 就是可能會有那種很反感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公關操作是不OK的 那像 那個郭董好像意思就是 之前顯現出來的就是好像他是愛國民黨的 所以他捐給國民黨不少的 也不是捐啦 就是無償借給國民黨 由他媽媽的名義 給了四千萬嘛 對不對 就是無錫的 但是 好像是很愛國民黨 然後也成為國民黨的榮譽黨員 那這樣看起來應該是忠於國民黨的 可是我們卻有看到一些消息 例如說他那個之前他有提供那個蘇貞昌競選經費 這個東西有確實嗎 我不知道我還沒有看到 然後還沒有看到實際的那個數據 然後還有就是他不願意簽那個初選公約 這些事情會讓大家覺得蠻奇怪的 就是你是榮譽黨員 如果你都不相信國民黨 那你還能代表這個黨出來選舉嗎 會有這樣的疑慮嗎 因為我們家 原本我說我們家是鐵籃 現在大概只剩下 大人是鐵籃 我現在大概也不算鐵籃了 我現在只算韓國瑜的支持者了 所以我會覺得怪怪的 這樣子 榮譽的黨員 他沒有辦法對不對 榮譽的黨員應該成為大家的典範 另外一個話題是登革熱的部分 韓市長他說中央對高雄人 好像不如對越南人跟印尼人 那你們高雄市民怎麼看這件事情 感觸很大 因為登革熱一直是我們高雄的痛 不管是哪個政府 不管是誰在中央執政 我們都希望能夠把這件事情 當成第一要務 不要再扯那個什麼流程 什麼有的沒有的 什麼誰申請誰不申請 你想不相信如果是馬英九的時代 他絕對不會用流程去卡高雄或卡台南 一定就是要錢嗎 那就趕快錢趕快撥下去啊 流程嗎 流程後補啊 你相不相信 雖然我個人對馬英九有非常多的維持 但是他對高雄好 對台南的民眾好 這一點我是相信的 所以我覺得人有比較啊 然後人也要有良心 高雄民眾一直善待民進黨 你想想看我們高雄市給民進黨執政了二十年 高雄縣給民進黨執政了三十三年 高雄市民對民進黨不好嗎 說實話民進黨能發跡 也要感謝很多的那個南部的鄉親 特別是高雄人啊 所以他們這麼做會讓我們覺得很切心 就是你知道民眾最討厭的是什麼嗎 例如說你有很緊急的事情 然後你以前可能到了什麼辦事處 或是什麼區公所或是什麼衛生局 你要辦理什麼事情的時候 人家用那個什麼去旁邊填表 你這個填錯了 然後就一直卡你一直卡你有沒有 民眾其實最討厭那種感覺 就是你去辦一件事情 然後被卡了好幾個小時 甚至最後你可能要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然後心中會有那種怨對的 那現在情況也同樣 如果中央真的把登革日防疫 當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請不要再用流程這種名詞來卡我們了 因為民眾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如果你真的重視 那麼你做的事情絕對會和現在不一樣 謝謝高雄林小姐 高雄林小姐 高雄林小姐再見 謝謝 謝謝 好 國民黨總統初選最後一週衝刺 對於說這個前一天 韓國瑜 郭台銘都辦大造勢 朱立雲今天早上的時候表示 不樂見兩軍對壘的情況 那不管郭台銘 韓國瑜出現 對國民黨都是一種賭注 而且目前的最新民調顯示 韓國瑜 郭台銘在黨內互打 幾乎已經打成平手了 韓國瑜 郭台銘周日造勢拼場 把黨內初選打成好似大選的選前之夜 千萬不要變成兩軍對壘 昨天這種情況我是比較不樂見 今天韓市長跟郭董出來 有可能大贏 也有可能大輸 這種就是比較高的風險 朱立倫不認同韓國瑜郭台銘 但初選民調機構之一 聯合報最新數字顯示 黨內互比韓國瑜支持度30% 郭台銘29%幾乎打成平手 朱立倫只有15% 我們三位目前根據這個民調 都還能領先 這是我比較欣慰的部分 那至於黨內互比 我覺得還有差不多超過四分之一以上 還沒有表態 剩下一週衝刺民調 郭台銘官方LINE打出交戰守則 不管問題是誰都回答 唯一支持郭台銘 擁抱公共徒勞中心奶奶 朱立倫意在提醒民眾 這是她的政績 來應初選倒數 朱、韓、郭各自出招 TVBS新聞劉立倫 陳日文新北報導